先看这后视镜的造型 有人有脚 再看这门把手隐藏式的设计 这要放在以前 好歹都得蹦个兰博基尼出来 现在一台十万级的小型SUV 就有这样的设计了 它叫隐树 隐爆隐库都是它的兄弟 我们可以看到它车头部分 采用了很多这种直来直去的线条 以及这种三角形的面 构成了它一个机甲风的外观 当然了 我们这一台车 它是一个R-Style的版本 可以看到它有很多这种橙色的装饰条 来到侧面 这一台车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典型的小型SUV的块头 车长超过4米4 轴距也超过2米6了 这在同级别中都是最大的 普通版本的车型 它会给你一套18寸的轮毂 我们这一台是R-Style的版本 它给你的是一套19寸的轮毂 而且还是一套PS4米其林的轮胎 车门部分也采用了很多这种三角形面的设计 这些有能有脚的地方千万不要发生碰撞 这种地方去外面做板筋得加钱 车尾的设计同样是直来直去 这上方的尾翼 还有这C柱延伸到后挡玻璃 以及这种三角形的尾灯 还有这边的装饰设计 从45度角看过来 简直就是一台小钢炮的造型 当然了 我们这台R-Style的版本 是一个中出排气的设计 而且还是有排气阀门的 踩两脚给你听一下 好 上去 2级别的驾驶辅助 在一台10万级的小型SUV上出现这种功能呢 还是比较厚道的 来到后排啊 这台小型SUV的空间表现还是很有惊喜的 像这个头部空间 腿部空间都非常够用 地排是一个全屏的 我坐在中间也不会觉得委屈 而且这个靠背放倒呢 它后备箱会获得一个全屏的空间 这非常实用 这台影速它搭载的是1.5T巨浪动力 与之匹配则是7档双离合变速箱 跟引爆那一套是一样的动力 177匹270牛米 当然了我们这台Arstel版本呢 它多了一个驾驶模式 像这个SPORT加模式 激活之后呢 仪式感拉满 我们稍微点一下油门 这车头就会往上一抬 油门响应还是比普通模式更快的 官方百公里加速呢 是7.5秒 不过它的变速箱的调节 还是稍微保守了一点 当然了 这可以通过后期OTA升级嘛 还能更优化一点 这台引速啊它的底盘结构是前迈福逊后扭力量 在这个级别几乎所有小型SUV都是这样的底盘结构 而这台引速在扭力量的调价上面呢 它会偏向的比较舒适一点 不像冰月库那种出道会有一点颠的那种感觉啊 有人就会吐槽啊扭力量怎么样怎么样啊 偷工减料不好啊 但是你得这么想啊 采用扭力量后旋结构呢 它会使车内的空间更大更实用 而且在通过弯道的时候呢 扭力量也会提供一定的支撑 所以我觉得牺牲一点点舒适性呢 也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定速巡航啊 车道保持还有这个跟车的功能全都打开了 我可以感受到它在整个提速减速的过程中呢 还是非常湿滑的 并不会说是像有一次棒一下就给你带走了 车道保持这项功能的体验啊 可以感受到它是将这台车是摆在道路的最中间 并不是像有些车靠撞线来保持这个车道居中的功能 但是啊退出的这一下好像是过于有点灵敏的 就我稍微一打它便会退出这个功能 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油耗表现 今天我们在重庆也跑了一个小半天了 跑山路啊跑来跑去 它的油耗表现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一顿火锅的钱就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自驾油啊 当然了这一台十万级别的小型SUV 它拥有酷炫的外观精致的类似 而且配置还不低 还有引爆同款的动力总成呢 这样一台小型SUV 对于年轻人来说你会喜欢吗 对于年轻人呢 是因为我记得住她的上次 对于年轻人的高限仅 对于年轻人的高限仅 在这里也不一定在买得 一点有用的